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车子的进行间呢 他的一岁半的儿子就在后座的儿童椅上面 不时的就会往外呢就一一啊啊 时而发出一些笑声 那他跟他老婆呢也不宜有他 就想说儿子出来玩开心嘛 毕竟疫情关在家里也一段时间了 结果回程在国山北上的时候呢 他们的车就突然间爆胎了 所幸车子有控制住 后方的车也有及时的杀柱 车子呢就滑行到路间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等待救援 后来拖车呢就将车送到高雄 去换了一个轮胎 当全部搞定的时候就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了 于是他们就想说去附近的夜市 买个晚餐附近很多车嘛 所以也很常找不到车位 所以他们只好把车停在稍微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李先生他就一个人自己下去去买晚餐 这样子那只剩下老婆跟儿子待在车上 就在李先生点完餐等待取餐的时候 他的老婆就突然间来电 接通的时候呢他老婆就很急促的 催促他然后跟哭这样子就跟他说 快点来啦我出车祸了 然后他就很好奇 他想说啊你们不是在车上吗 怎么会出车祸 然后老婆就很紧张 然后就一直哭说 你快来就对了啦 李先生他以为是他老婆 可能在夜市附近呢 看到比较靠近的停车位 所以帮他移车所以撞到了 他就心想说 啊过几天还要去台东玩 那今天又爆胎 看来要爆销了 结果晚餐他也没拿 但是他钱已经付了 他没拿就赶快直奔到原本停车的地方 但远远的他看见了他的车 好好的停在远处 往前看呢就发现有警车 他赶快跑过去 发现他老婆抱着他嚎啕大哭的儿子在地上 那当时他整个心都凉掉了 因为呢他老婆说 刚刚在李先生下车去买东西的时候呢 他的儿子看到他下车 所以也想跟着下车 最后老婆如不过儿子的苦恼 所以就带着儿子下车去找他 但是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呢 就遭到一个右转弯的汽车逆响的撞击 他老婆当时是用左手牵着儿子 那撞击之后呢 直接飞过儿子 然后右脚筋骨骨折 所以是妈妈被撞 对妈妈被撞 然后儿子呢就被卷入车底 然后右手被压在驾驶边的前轮下面 索性没有压过去啦 就是稍微压了一下这样子 但是他整个前手臂呢 就有二度的差错伤 然后需要住院 然后去清窗 那驾驶呢 是一位中年男子 他满脸通红 全身都是汗 但是他没有任何的酒味 他到现场的时候 就一直在跟那个李先生道歉说 他根本没有看到他们 然后一直在讲说 是李先生老婆自己突然走出来 然后杀不住 所以才撞到他们的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有点吊毁 因为那个驾驶他也有逆向这件事 对啊 后来呢 也有一些热心的民众就帮忙报警 并向警方作证 那现场还有一个很热心 然后非常焦急的女生 叫他们赶快 就是把那个 他的老婆跟儿子送医 那这时候李先生就猜想 这个热心的女生 会不会就是刚刚那个驾驶的老婆 反正他也没多想 就赶快先把母子两个人送医再说了 事发的隔天呢 就是李先生就到了警察局去了解状况 他也确认说 哦 该路口就是没有灯好 然后老婆跟儿子也确实的走在斑马线上面 那看了路口的监视器呢 跟看了对方的行车记录器之后呢 他就问警察说 啊 对方是不是真的有酒驾 警察就说没有 然后而且现场的监视图要一个月才出来 所以 回到医院的时候 李先生就跟他老婆说 诶 警察说对方没有酒驾 然后老婆就想说 是哦 那还逆向 而且脸很红 一定有酒驾 怎么可能没有酒驾 李先生就想说 啊 会不会是他老婆抱歉着他 然后后来他们两个想一下 诶 可能哦 因为 在那个先生还没撞上来的时候呢 他老婆就看到了 车上其实只有两个人的 而且当时呢 他还跟那个副驾有对到眼 他看到他自己儿子被压在下面嘛 所以就赶快的就 拍起他的引擎 要他退后 刚不是讲说他手被压到吗 嗯 所以赶快拍拍拍 让他退后退后 那当那个对方下车时 就说哦 我没有看到你们 然后就问他说 啊 你副驾也没有看到吗 他老婆就回问他这句话 他说啊 你副驾也没看到吗 对方就说 啊 我没载人啊 那李先生这时候就想说 没有载人 啊 那刚刚那个很热心的人 不就是他老婆吗 然后李先生的老婆呢 就讲说 啊 你说那一个哦 他其实只是单纯的一个 热心的路人 他根本不是那个副驾 而且 当时呢 他有看那个副驾 但是 那副驾就突然间就不见了 所以他老婆就想说 可能只是单纯的去打电话了 求帮忙等等的 所以当时也没想太多 那出院后呢 第一件事情 他们就去收金 毕竟同一天发生两件事 多少他们都觉得说 有一点怪怪的 后来他们到了平常的 信奉的公庙去收金嘛 然后供奉祭公 到他们的时候呢 鸡身 就要求现场要清场 所有的人都要离开 除了他们之外 那那个鸡童呢 他就指着李先生老婆 就说 你身后跟了一个女生 她瘦瘦小小的 长头发 38岁 她是头海自杀的 而且她是姓刘 为什么会说她怨气很重呢 因为 她是死了之后 才发现她身上有身孕 所以 她一直都 其实很想要一个儿子 那刚好 李先生的儿子 跟她的磁场 比较相近 所以呢 她目标原本是要 直接把她儿子带走的 但是 她的祖先跟神佛 有帮他们挡下来 不然在爆胎的时候 其实 她的儿子 就应该会出事了 所以 之后又发生了 第二波的车祸 其实也是她造成的 这些都是鸡身讲的话 那经过一番沟通之后呢 鸡身就自言之语嘛 然后 会起鸡嘛 然后也没有特别再发生 什么灵异的事情了 鸡身呢 就有给她的老婆 做法 然后讲说 让他们可以 遮蔽她的那个磁场 不要让那个女生 再找到她儿子 跟她老婆这样子 那鸡头呢 就拿着那个香 跟令旗 也放到那个李先生的车上 那要她把所有的车窗 全部都打开 车门都打开这样子 就为了要进车 才进到一半的时候 宫廟外面 折莲花的师姐 又阴阳眼 她就突然 哎呦喂啊 突然间惊呼 然后停止了 手上折到一半的莲花 然后就看着 那个李先生的车 一直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后来她就问她说 为什么念要这样子 师姐就说 刚刚师父 在帮你进车的时候 我看到副驾 有一个白白的影子 飞出来 而且好像是一个女生 瘦瘦小小的 然后她就一直在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李先生就觉得很怪 怎么那么巧 你会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刚刚 在收金的现场的时候 只有他们 这个师姐 根本都不知道 他们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 就让她觉得 很鸡皮疙瘩 你知道吗 因为太巧了 而且呢 后来她老婆也说 其实 当那个师父 在描述 那个女生的时候 她也吓到了 因为 师父描述的样子 就跟她 发生车祸的时候 看到的副驾 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感谢你 感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